近日 知名演员景田被官方通报因涉嫌违法广告代言被予以处罚 随后 与其相关的商务品牌也纷纷做出动作 意图与其做出切割 不难看出 这件事将会给景田的演艺事业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 眼看着 这景田暴雷的风波刚刚平息 又有一位知名艺人因此翻车 她就是被誉为电视剧《收视女王》的赵丽颖 据悉 赵丽颖所代引的燕窝品牌燕之窝同样涉嫌 虚假宣传 鉴于品牌方使用的是知名度较高的代言人 所以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诱导消费者消费的作用 今年4月22日 证监会就因此对燕之窝公司提出了质疑与询问 指出 其品牌发布的软文广告有夸道功效之先 比如 之前该品牌的代言人刘嘉玲就曾表示 使用该品牌的燕窝是自己多年来的保养秘诀 并透露自己每天都会进食一晚该品牌的燕窝 此外 燕之窝的《营销文案》中还提到了 古代帝王之家都是靠使用燕窝来延年益寿 以此来表示 自家品牌燕窝也同样有着相同的功效 针对此问题 证监会要求品牌方列表 说明广告等相关宣传材料的具体宣传口径 具体说明是否存在虚假宣传等合规风险 并希望其30日内回复 但燕之窝品牌至今都未对其相关问题进行回应 据悉 2022年1月 赵令成为燕之窝的最新代言人 当时赵令还亲自官宣此代言 其工作室也予以转发 由此可以看出 赵令团队在洽谈此商务资源之际 并未深入进行考察 与此同时 记者还注意 该品牌官方网站中的广告信息 至今也没有更改 其中还打着专为孕妈研制的好燕窝的噱头 宣称自家的燕窝能够为孕妻妈妈提供足够的营养 也能为宝宝在大脑发育阶段提供必要的营养素 而媒体记者针对燕之窝的实际功效进行专业性查证 为此特意查询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官网的相关信息 最终认定 该品牌主打的即食燕窝 并未拥有着药品 保健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批号 对此 证监会部门曾要求品牌方提供说明 旗下燕窝营养价值的权威资料与数据来源 而在最新的招股书中 燕之屋并没有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做出合理的反馈 仅仅提到 使用燕窝产品更多的是一种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 而非将其当作包括包治百病的药品 不难看出 这样的说辞是否在有意为自己开脱 此外 在此过程中 其相关客服人员面对此类问题的询问也一概避而不谈 对于该品牌的这种行为 专业人士也为其做出解读 声称燕之屋的操作如果被认定为虚假宣传 将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 如今外界将注意力都放在了该品牌的代言人赵丽颖身上 据悉 此前赵丽颖就因为代言问题出现过纰漏 曾因为代言某一微商品牌被官方点名批评 处罚 该品牌还缴纳了100万元的罚款 如今赵令再度因为代言品牌出现问题 势必会引起不少网友的质疑 只能说 明星代言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 拿到品牌方给予的巨额代言费的同时 身为代言人也需要为产品的品质做出信用担保 而不少公众人物仅仅为了代言费不加辨别便与品牌方达成合作 要知道 如果出现问题肯定会得不偿失 毕竟 比起代言费与佣金 公众人物的口碑与形象才更为重要 不知道 后续赵丽颖对就此事会不会做出明确说明 品牌方也暂时没有回应 好了 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很感谢屏幕前的你能够看到这里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 欢迎在下方进行点赞 留言 订阅